現在九郵都在港九道館學生 因此學生小孩都有機會來學到各種材料 第三點的演評國秀 為了要提供一個北戴和學生小孩來展現材料 在特別來期盤一張新歌發表會 讓小朋友自由補名 中台表演和專校的屬性和家長來欣賞 展現他們的學生新歌 在台上對著專校的東俄 拍著爵士鼓 表演著象森 唱著歌曲 頂頂各行的演出 來展現自己的評審是學習在家的新歌 表演是象森 然後是新唐師的題目 那些時候就很辛苦 然後很多話我們都要去了解它的意思 然後我們都要那個表情要很豐富 平常我就是會說錯 然後老師就叫我改掉我就會改掉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表演得很好 而且要有小朋友不用配合 就能來唱出一條 自己最愛英文歌曲 是相當的不簡單 每晚都在我的夢 我會看到你 我會感到你 我今天上台不會緊張 然後我把最喜歡的歌唱出來 唱給同學們聽 很高興 給孩子一個舞台 讓他們展現出他們自己個人的亮點 尤其是剛剛這位旗戰小朋友 他平常在課堂上 或者是學校的學業表現的不是說 非常的頂尖 但是他可以透過這個舞台 然後把自己的優勢 他會唱英語歌這個優點 唱出來給大家聽 那也可以給他一點自信 讓他勇敢去展現自己 這也是第三點的民國秀 為了提供學生有一個表演在家的北台 並在學校要繼續進行開辦了新高發表會 讓朋友自由報名來到台上 表演給專校的書生以及家長來形象 展現自己的在家 學校辦理學生的年度才藝發表會 將近十年的一個歷史 目的最主要是要給學生有一個 上台的一個機會 能夠把他自己平常所學的東西 在同學的面前 在全校的面前 把它展現出來 不管他幾秒鐘幾分鐘 我們都肯定他們的表現 那給沒有上台的小朋友 當作開門引發他學習的東西 而且報名林索 是最多的擁有 總共有30幾座左右 加上表演的項目是沒限定 只要想要表演的小朋友 都可以報名的項目來展現 希望學生增加組織 和舞台表演的經驗 也讓他們在棒手上進行 有一個快樂的會議 記得林索差不多